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拯救世界 可恶 我的一身之敌 得了爱人又嘎啦 在我治好你之前 老天爷 你不准让他死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地下水雨漏的孙茜 本期继续给大家介绍 《雪剑风云》第一季 七至九节 光头被对家创了 经过笑意的晋级抢救 总算恢复了脉搏 光头半死不活 母亲也没有认出她 笑意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目标 她准备摆烂了 那一百万的工资还发布啊 付钱 阿湘不能看着她这样下去 只能向拥有超能力的老夫妇求助 为了成就笑意的复仇目标 老爷子请了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全力抢救光头 而同样拾起人生目标的阿宅 就没那么幸运了 她的虚拟偶像 后阶女孩签加毕业了 她的心死了 签加 她希望笑意能治疗她的情伤 我每晚都哭到窒息 心痛的不行 签加 我要死了 笑意马上进行对症治疗 这是急救脸部按摩 一巴掌过去的同时 按摩了四个穴位 阿宅情绪不稳定 呼吸紊乱 按压天突穴 弹中穴 可以缓解熊闷 笑意通过手指按压阿宅的心脏 使她的心脏变得丰满 此等按压将心理暗示的治疗之法 只适合最纯粹的宅男 在我境界中 签加内牛满面的挽留阿宅 别和我说分手 好吗 签加 阿宅活过来了 一群灰相骚扰他老婆的男人 对不起签加 我再也不会说分手了 就这样 笑意用手指收服了阿宅 成为了新的伙伴 真想提醒他 你的老婆曾经偷出来比你还大 欢迎收看暗爽人生第二季 第二期 北斗神拳最后的继承者 笑意再次登场 这次的挑战对象 是不幸中医的临床科医生 我说按摩一点用都没有 我有专业的设备去检测病例 而你们却想着用双手就可以瞎搞 秀死 医生生病了 笑意如果能够找出来 就算挑战成功 然而笑意根本没有打算去战胜西医 中医的作用是锦上添花 中西结合 在生理上可以使病人更加舒适 话不多说 经过基础检查 笑意摸出了医生有一小块大肠细肉 震惊 他既比无痛长进还无痛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伤手二十年间 摸了三万人 这就是经验 然而比起细肉 医生还患有更严重的病 那你 向下倾斜的左肩 异常发达的饶侧腕曲肌 弯曲角度异常的手腕 常年用力不当导致的紧柱向左弯曲 加上长时间站立导致的静脉曲张 医生原来是个电车色狼 变态 不是 你们听我解释 嘿嘿 又可以报医了 此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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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节目效果了 这期就叫做 经常当电车色狼的人 患有哪些疾病 从按摩常客小花那里得到情报 光头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了 小花告诉他 笑意母亲也是逼不得已 当年笑意父亲欠债跑路 他每天看着笑意被虐待 却无能为力 无奈母亲只能假装抛弃儿子 折服多年的他 一直在想办法弄死光头 他们原来一直母子同心 都想亲手杀了光头 然而光头作死抽烟 引发了跌路爆炸 笑死啊 这可不是光靠按摩 就能够拯救的了 母亲掏出了小刀 再不趁热杀就没机会了 笑意徒手接白刃 劝说母亲不要冲动 避免牢狱之灾 虽然没有相认 但笑意向他阐述了复仇计划 母亲暂时冷静了下来 只是笑意的手受伤了 这样按摩店又得停业了 阿湘主动请营 光拿一百万不干活可太不好意思了 你能行吗 为了体验我的超级按摩而来的客人 可是很高端的 阿湘啊 你按摩可真舒服 下周我还来找你 为了体验我的超级按摩而来的客人 可是很高端的 阿湘啊 谢谢你陪我聊天 下次还是拜托你了 为了体验我的超级按摩而来的客人 可是很高端的 拿你自己开店呢 你会针灸吗 还不会吧 这个店没有我还是不行的 哼 这个人好傲娇啊 晚上老爷子突然找到了小姨 表示要中断光头的治疗 哼 小姨一脸不见 老爷子表示自己已经立好了遗嘱 财产权贵儿子 当年的一次救命之恩 让老爷子永远铭记在心头 所以他资助了小姨考取了资格证书 又让他免费开店 他希望小姨接下来能够靠自己 以剑刺浪为目标继续前进 那我就没钱去风俗店了 滚 究竟光头能否顺利下床 失去资助的小姨又能不能去风俗店呢 请收看下集大结局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关注地下11楼的孙琪 我们的目标是 搞事搞事搞事